快為金鐘五十按讚 天天送五千 還有機會玩彩金搖搖的抽六萬大獎 畫面中可以看到兩名婦人左右包夾 一名七群老婦人在路上晃啊晃 兩名婦人正要帶七群老婦 去尋找所謂的得到高人 但其實這兩人是詐騙集團成員 以光光名義從大陸來台 狂稱老婦人背後有女鬼跟著 好心要帶她去找另一名 同樣也是詐騙集團成員的 四十七歲陸籍男子 男子自稱具有通靈本領 爺爺還是中魁轉世 要幫老婦人做法 淨化身心以及被鬼摸過的錢財 老婦人不宜有他 提領了十一萬兩千元到公園賦約 沒想到現金遭吊包 老婦人回到家打開袋子才發現 十一萬多元的現金 竟然變成了肥皂 礦泉水 以及馬鈴薯器的報警 男性犯錢將現金 放到一個黑素塑膠袋之後 再立刻掉包 並交代老婦人說這個袋子 絕對不可以打開 否則法律將會失效 警方在嫌犯藏匿的旅館內 查獲新台幣七十四萬元 美金十萬元 更有金銀珠寶玉琢 零零總總加起來 價值至少五百萬 三名嫌犯被一詐欺 以及持有髒物等罪 依送法辦 男先生你爺爺有算過你會被抓嗎 由於警方查獲得髒證物 數量相當龐大 合理推測還有不少人也受害 呼籲被害人要勇於出面指證 藉關照的尋辦家台北報導 尋辦家台北報導